同样也是一起争议判决 来看到的是房客破坏租屋处 被房东怒告毁损跟侵占 但是最后却是不予起诉 在桃园有一名杜姓女子 三年前在中立租房子 没有想到她欠租八个月还不告而别 事后房东会同警方入屋查看 才发现屋内宛若垃圾场 像是床垫被房客养的猫给抓坏了 就连衣橱的门板也整个被拆下来 正而向房客提告毁损跟侵占 不过经过了三年的侦查 桃检最后却是以不起诉处分 让房东相当无奈 一打开门看到自己租出去的房间 变成垃圾场杂物散落一地 所有的家具几乎都拍撩撩 让王姓房东相当傻眼 整个房间面目全非 让房东气坏了 这一名杜姓房客104年2月起租 过了快两年半 房客居然不告而别 而且他还欠八个月的房租 更夸张的是 人走后房间就像是垃圾场 床垫被房客养的猫抓坏 就连衣橱门板也被拆下 房东怒告房客毁损和侵占 得到的却是不起诉处分 这个不起诉处来讲 它是一种鼓励 为何还可以继续这样做 你们拿我一点折都没有 侦查过程长达三年 房客不配合出庭 遭到两次通气 结果房客两手一摊 说没钱赔 房东只能自认倒霉 清理房间 房东无奈也只能尊重检方 对于不起诉的判定 陶检不愿多谈 只说当事人有意见 可以再提上诉 好好的把房间租出去 没收到房租 换得满肚子气 房东只能说 法律的逻辑别有高度 也让房东难为 接下来林柱强 讨论报道 És钢 这没有一个 Franklin